注意看,面前的这个女孩把手上的包包给丢掉了 因为太过于匆忙,所以她误以为手上丢掉的钱包是一个垃圾袋 旁边的一个男子出于好奇心 从垃圾堆里面捡起了这个钱包 发现里面有一堆现金 上车后,发现自己钱包消失不见的女子 赶忙回到垃圾堆 男子在旁边一直等待着女主人的到来 他把钱包交给了女主 女主人看到自己的钱包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证件和金钱全部都齐全 非常感谢面前的这个小哥 女子拿出了一百块钱 他说,实在是太感谢你的小哥 你在这边一直等待着我的到来 而且里面的东西丝毫没有减少 如果没有你的存在 我今天可能非常的麻烦 因为这些证件办理起来非常的复杂 还有一些东西是我急需需要用到的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希望你能够把这些钱拿在手上 可是这一个小哥却说 谢谢你的好意 我在这边等待你的到来 并不是要拿你的钱 如果我真的要拿你的钱 我早就已经把这个包包给拿走了 我只是希望这一个包包能够物归原住 现在你既然已经把你的包包给捡回去 那么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希望你下次能够保护好你的包包 女人看到面前的这个男人如此的执着 也知道继续给钱是没有任何作用 于是女生说道 我看你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的工作吧 你身上的衣服都已经破了 应该是没有钱去买新的衣服 这边流浪的日子一定不是特别好过 既然你不要 那么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怎么样 有了工作之后 你就能够自力更生 而且你也能够赚到非常多的钱 这样我也算报答你的一个恩情 小哥听到这个回答之后 内心特别的感动 他确实是特别需要一个合适的工作 既然现在面前的这个女人 愿意帮助他介绍一个工作 他自然是非常乐意 小哥说 我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我一定会以全身心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工作 我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做得最好 我绝对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听到这句话 女人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他带着小哥来到了一个餐厅里面 然后把他介绍给后厨 后厨的两个工友们也非常的有耐心 知道他如何去做后厨的工作 小哥在这个店里面需要忙前忙后 平时后面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就到前台里面擦桌子扫地板 所以说什么累货脏货他都全部做了 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一个月过去之后 店里面的客人对他相当满意 小哥也换上了一件新的衣服 女主人给了他这个月的工钱 小哥拿到手上之后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他说实在是太感谢你 我从来没有赚到过这么多的钱 有了这份工作之后 我觉得人生都特别的踏实 我没想到我的命运会在这个地方有所改变 我相信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有了这些钱 也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非常感谢你 是你让我从一个废物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女主说 是你自己改变了自己 如果不是你的善良 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运气 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进行